你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那咱们今天影片主要来聊一下当下的比特币的走势 以及最大的一个决定因素 它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看到了 目前这个比特币走的还是猫一天狗一天 非常非常的让人难受 那么为什么比特币会走成这个样子 那在聊完这个之后 咱们来静一下心来思考一下 那这个圈子它到底适不适合你 或者是适不适合所有人 你没有听错 那这期可能要劝退一些人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先帮忙点个赞 先赞后看财运不断 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制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我的电报有个会员权 我的目标是带领群的所有的朋友实现财富自由 并培养出来一批优秀的加密行业的博主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电报群的链接 联系我咨询进去的方式 由于电报的片子众多 我们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验证 那另外的是预告一下 那我在推特上面约了 web3小才俊开一个space 那主题就是来讲一下 web3的新人该如何快速做一个新号 成为KOL 欢迎大家参与 那到时候我会在社区发一个链接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比特币的走势 那这个是典型的分散开口的走势 开口越大意味着不确定性越大 那我在8月初的时候 我就告诉所有的朋友 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这种走雄的行情 而且明确告诉大家 只要说是反弹到6万以上的 它就是逃命的最佳的时机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看到这些视频的话 可以看完本期视频 再回去找一下 那目前的这个行情的走势 如果说用小级别 配合清算热图来看的话 那就会明白 主力资金它到底在做什么 那大家看这个图片 这是今天早上我截图的 而且是在利格区块链日报 这个频道上面 每天都会讲到的 那这个图是主力资金 拉盘打掉上方的空单 与此同时配合一些KOL大喊 说什么牛回速归 让不明真相的群众 以为真的是要反弹了 以为真的是要牛来了 那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会加高倍的杠杆 去做多 这个时候 一旦盘子里面的多单 集合的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砸盘 让下方的多单爆仓 同时也是培养上方的这种空单 培养自己的对手盘 那如此这番的 反复的收割合约 那概括一下 就是利用当前比特币厂内 流动性不足的这种大的环境 用少量的资金 去控制盘面 那现货控制价格 期货 获取更大的收益 而且这个收益会越来越大 直到出现现货崩盘 或者是反向的大暴涨 那最后这两个极端情况 是需要厂内其他的一些资金的配合 形成合力才能出现 那么你听到现在一定会问 那做合约的人难道都是傻子吗 那为什么每一次他们都会被骗呢 那其实他们并不傻 那只是记性太差 那一反弹呢 就会被市场情绪推着走 牵着走 那以为自己呢 是主观判断的 实际上呢 是中了庄家的这种圈套了 所以说目前阶段 做合约的朋友 你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开单 开多还是开空 你大概率都是输钱的 甚至是爆仓的 那并不是说你的技术不好 而是庄家的太狡诈了 那造成这样的结局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大环境变差了 那咱们上一期视频讲到过 那你一定也会问 那大环境跟比特币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里面呢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首先大环境决定了 有多少的资金呢 会流入到币圈 那这些资金可不都是嫌弃啊 不像我们一样啊 资本足利啊 大家都是明白的 所以说哪里有便宜的资金 哪里可以赚到大钱 或者是哪里可以用最少的资金 赚取更大的利润 那这些投机分子呢 他们都是门清 那关于这一点啊 咱们在讲8月5号暴跌原因分析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了 那日本的利息低 那资本呢 就会从日本借钱到美国 或者是其他地方投资 那只要日本不加息 维持这个低利率 或者是美联储它不降息 那这个投机呢 这个有这个利差 这个投机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那倒霉就倒霉 最近日本开始加息了 美联储也要在本月开始降息了 而且呢 日本央行威胁全世界说 说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加息 那你说这个投机的资本呢 他怕不怕 那他们怕了的话 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那一定是跑路撤资 那从哪里撤资呢 从美股撤资 从比特币里面撤资 很多人都说比特币 他已经被资本看作是 美股的一个科技股了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也是很准确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 哎 钱呢 大量的从比特币里面出来了 同时对应的也是 从美股里面出来了 那对应的这个实际效果呢 就是美股暴跌 比特币暴跌 那我们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 一般都会看到很多机构 持续不断的卖出比特币 那这种情况 在2021年大牛市的时候 几乎是看不到的 然而呢 此时彼时 事情呢 就是这么一步步发展 到了如今的地步 那么接下来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行情出现呢 那以下呢 全部都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 大家可以去参考 千万不要当做开合约的一个准则啊 那鉴于目前市场流动性差的这种大环境 那比特币可能还会延续继续下探的这个走势 目前技术上来看 重心已经开始下移 至于还会不会出现8月5日的大暴跌 那我觉得呢 同样的事情发生两次的概率呢 都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上一次呢 是由于日本的这种套利的 套息的这种资本啊 Carrie Trade的事情发生 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的话 波及到金融市场上呢 就会有一定的预案 有的大机构呢 就有了后手的准备 所以说即便再出现这种Carrie Trade的现象出现 那造成的下跌的幅度呢 也会逐步的减小 但是呢 你如果问我还会不会有未知的黑天鹅出现呢 那这个呢是无法预测的 那我最近一直看到很多人都在讲啊 即将出现什么黑天鹅事件呀 那只要你这么说的啊 都是对黑天鹅这个现象 这个理论呢 极度的不理解 那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黑天鹅有三个特性啊 第一就是稀有性 那第二呢 就是极大的冲击性 那第三呢 就是事前的不可预测性 而事后和解释啊 那这三个特性的决定呢 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测出来啊 会出现什么样子的黑天鹅的事件 也就是说市面上说 即将出现什么样子的黑天鹅的 这种博主呢 都是没有认真读书的 那么会不会有黑天鹅的事件出现呢 那我个人认为啊 一定会有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也许呢 是某个大的交易所突然就倒闭了 那也许呢 是某一个公链 它就黄了 那无从得知 但是呢 我唯一能够知道的事情是 我手上一定要有一半以上的现金 那任何突发性的暴跌 我都有资金呢 去减这种便宜的筹码 那所以说呢 接下来不管是往五万走 还是未来走到二十五万 那咱们呢 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那大家觉得有道理的话 那点个赞 那咱们接着来聊第二部分的内容啊 那到底什么样子的人 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 我简单的列了三类啊 那大家如果说觉得有必要补充的话 可以在这里留言区告诉啊 那第一类人呢 就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人 人云亦云 没有主观判断的能力 那这边呢 看一个人说要涨 那马上就做多 回头一看另外的一个博主说要跌了 那反手就开始做空 那么这么几次一番操作猛如虎 发现自己是个二百五 那这类人啊千万不要在加密圈子里面混了 那我这么一说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KOL反对 因为在他们永赚的博主眼里啊 这类人简直就是良好的韭菜苗子啊 你阿力把他们都劝退了 谁来做我们的对手盘 所以说啊 我这么劝退大家 保不准呢 就得罪谁了 那大家看后呢 也别灰心啊 那我现在呢 劝退你是让你好好去学习 这个圈子里面的知识啊 并不是说永久劝退 那你学明白了 再回来来做也不晚 对吧 那另外呢 这个加密货币的风险呢 它是远远大于美股啊 远远大于这个房地产 那这么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你眼睛都不扎一下呢 就吓住了 那这是对你的资金不负责 这是不对的一种状况啊 那么第二类人呢 就是这个我们叫做Paperhand 也就是职守的人 就是什么资产都拿不住 那比如说你比特币在2万买 那2万0100他就卖了 那这样的选手呢 纯粹是给交易所做贡献了 那么你赚100啊 这么来回一买一买两次 交易所赚你10块钱 那对于这类的选手 一定要明白 你买的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买的是垃圾山寨币 那也就罢了 对吧 要是你买的是比特币 你还这么操作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 第三类人呢 就是借贷投资加密货币的 这类人一定要劝退的啊 不管是你厂内借贷 还是厂外借贷 那这都是不可取的一种行为 那咱们前面也讲到了 加密货币本身 就是一种高风险的投机啊 不对啊 是这个投资 那你还要在上面 再加杠杆的话啊 那么这样的会让 你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呢 大大开始降低 那只要这个波动一大 你就会被清算 那一清算 你是不是就废掉了 那再也就起不来了 你本金没了 对吧 那所以这类选手呢 你还是尽早呢 去掉杠杆为好啊 那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 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点赞和订阅的频道 那我会持续不断提供 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一起发财 Peace